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我来说 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上回在超级演说家的现场 以失败而告终 人为什么活着 我不是为失败而活 我是为成功而生 经过我不羡的努力 再努力 今天能够终于再次登上 超级演说家的梦想舞台 使我的人生没有留下遗憾 四位导师好 我焦双喜就回来了 是上次那个 上来就把这个梗给破掉 我本来还想偷偷刺激一下他们 但是我怀疑他们对第三个字 还有印象吗 当然印象深刻 印象太深刻了 戴着眼镜吗 瘦瘦的 口墨横飞 还好有这个挡板 你上次没有成回去以后 给你生活带来什么阴影吗 或者让你生不如死的感觉吗 没有 我回到北京之后 乐嘉老师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您曾经录制的一份节目 您在生活当中 在以前曾经换过17份工作 所以您的激励 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内心鼓舞 所以不管我在超级演说家的现场 遇到多大的麻烦 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一定要向您看齐 今天你觉得能成的概率会有多高 我是抱着百分之百成功的几率来的 但是呢 如果这次四位导师都没有选择过 我下次再来参加超级演说家的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 直到选择我为止 我们接下来来听你说 大家好 我叫焦双喜 今年27岁 生于1986年 不知不觉 经过岁月的洗礼 时间已经指向了2014年 我突然回首 我发现黄家居已经去世20年了 不老神话林志颖 今年39了 演魂如阁的赵薇都当妈妈了 十年前我们盼青春 十年后我们至青春 不得不相信 我们80年代初生的人 真的开始老了 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教的我们学会汉字 从波波莫佛得特纳勒 到我们唱那首 我在马路边剪刀一分钱 唐僧骑马咚这个咚 后面跟这个孙悟空 唱过的歌曲 说过的郭瑶 至今在我心里 有着美好的回忆 当年上万块在北京都能买房 而我父亲 却给我买了一台 小霸王游戏机 每次我回到家 我都会抱着那台 小霸王游戏机 玩超级马力 玩厂科大决战 浑豆罗 玩累了 我就娶我的小伙伴们 到马路上玩捉迷藏 丢沙包丢手绢 跳跳绳玩弹球 现在有一次玩弹球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弹球 放到了我的嘴里 差点就卡到了嗓子眼 逝去了我美好的童年 在那个年代 我们家里没有汽车 当时谁家里边要有一辆桑塔纳汽车 谁就是土豪 谁就是有钱人 我父亲只有一辆28汽车 每次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会让我坐在28的大梁上 骑着28车送我上学 童年的我 童年的我吃过一分钱的冰棍 五分钱的雪糕 偷喝过老爸的孔甫家酒 喝过西月生冰茶 见了一包 吃过乖乖乌花果 吃过棉花糖 跳跳糖 西瓜糖 大大泡泡糖 我们那个年代 吃的食品 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 不想现在 更不用想什么食品中毒 最后我想说 当你乌发如雪 当你儿孙满糖 当你从你第一次睁眼 到你最后闭眼的全过程 你会明白 童年的回忆 那才是一场最真的梦 谢谢大家 我首先要说 我觉得你的创作能力 非常强 这是我去年不知道的 但是中间罗列的品牌 有点太多了 特别是很多品牌 你反复地讲到后来 我有点疲劳了 我倒没觉得 我觉得回忆 过去的回忆都是符号嘛 28自行车 那是26的 那就是女士 28自行车 28就是自行车吧 28型是大一点 26型少一点 26型是中间这样插的 28型中间有个横梁的 横梁是男的骑的 再插的是女的骑的 我还真的上了一课 你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你还记得不记得 在上一次参加完比赛以后 当时几个导师 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和建议 我还记得李勇老师 当时对我说的话 你说 李勇老师这样说的 说你是咆哮体 真的隔这么远 我就担心你的唾磨星子 会喷在我脸上 我的女朋友 那真是身姿苗条似 仙女风姿 偏偏似凤强 有时候出着服务 娇也没 赛过五彩金方 我要多美 有多美 要说漂亮 赛鲁玉 哥们 你先喝口水吧 你是咆哮体 真的隔这么远 我就担心 被你的唾磨星子给 喷到 我说娇双喜 今天是不是会有过之而不及 依然像去年一样 情绪非常激荡 就是横拉硬拽地 把我们要吞向他 像演说的内容当中去 我一直听 我一直听 但是我 没有听到 你这种横冲直撞的声音 我有点没明白 你是希望他今年 还是咆哮体 咆哮起来 那你到底要怎样 去年说咆哮体不好 对 去年我是对你这个咆哮体 做过我的点评 对 那登上第二季 超演的现场 你是做了一个调整吗 我感觉因为上一期 四位导师对我一个评价 就是说话太快 而且没有调理 所以在这一季 我想试着改变一下 你更习惯哪种方式 你更习惯哪种 我觉得两者中和 那是最好的效果 我个人是觉得 你不像去年那样咆哮 我觉得是好事 小双喜 你可能都有点迷茫了 你说怎么回事 我咆哮你们 嫌我咆哮 我不咆哮了 又嫌我不咆哮 今天在台下 我感觉 百分之九十九 林志阳老师 还有李勇老师 乐嘉老师 肯定会选择我 鲁豫老师选择我的几率 应该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 乐嘉老师 志阳老师 林勇老师 都是男生 最会读懂男人的心 我们四个人里面 最懂男人心的是鲁豫 最懂男人心的 应该是 我感觉应该是 乐嘉老师 因为乐嘉老师 懂情 我希望乐嘉老师 能够选择我 教我如何地 去进一步地说话 说好话 把说话说得更漂亮 我也希望 你乐嘉老师 共闯天涯 乐嘉收到你的 队伍吧 我觉得你比上次 要讲得好 但是你今天 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用力太多 乐嘉老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 曾经对您 说过一句话 我说 佛说五百年前的回首 才会来今生地擦肩而过 为了让我遇见您 我已经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这是 在上一期 我上场的时候 对您说了一句话 我是一个 对生活乐观的一个人 所以 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说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会出现一个小的问题 但我也希望乐嘉老师 能够 是有薄落 十千里码 所以 乐乐老师 请您选择我 伶牙俐齿的娇双喜 一改常态 她的三寸不赖之舌 能否打动乐嘉 成功逆袭 你是千里码 如果你认为我是薄落的话 今天 我不准备把你牵走 但是如果 我第三年能够见到你的时候 说不定 我会带走你 所以 是螺子是马 我们来年 再见 在我娇双喜即将告别 超级演说家的舞台的时候 就请带上我娇双喜 美好的祝愿 感谢四位导师 对我两次 超级演说家舞台上的 关心理解与支持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下次再来 好 上次有给你水 这次一样 也给你水 在寻找人生的路途上 有时对 有时错 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最重要 继续加油 好 握了这回手 愿我们的友情永迁少 握了这回手 愿我们的友情天长地久 我希望握了这回手 今生今世不分手 握了这回手 来生还要 一起走 好 好 继续加油 好 谢谢你 加油 好 第一次 观众没选择我 导师没有选择我 第二次 观众选择我了 导师没选择我 那第三次的结果就是 观众选择我 导师 也选择我 OK